德國的美食很多人第一個想到的一定就是豬腳 再來就是德國啤酒 不過您知道嗎 其實正宗的德國柏林豬腳 並不是大家印象中用好的 而且到柏林玩很多街頭小吃 風味一點都不輸餐廳 有哪些必吃美食呢 以下帶您來看看 路邊攤賣了 來到德國你第一個一定要吃的就是 他們路邊攤賣的德國香腸 它其實表皮有點焦焦脆脆 然後吃起來有點酸酸的 還滿好吃的 一定要嘗試看看 看起來不起眼的德國香腸 酸鹹口感真的會讓人一口接一口 在德國香腸口味很誇張 一共有多達一千五百多種 讓他們被暱稱是香腸共和國 但真要說德國人的心頭愛 其實是這道撒上咖哩粉 淋上番茄醬的咖哩香腸 你相信嗎 這一味他們一年能吃掉八億根 而另一個代表性食物是豬腳 講到德國豬腳 很多人印象中都是用烤的 但其實正宗的柏林豬腳 是用水煮的喔 醃製後水煮的柏林豬腳 相較於烤的比較不油膩 豬肉軟爛一化就開 豬皮軟Q但入口即化 只是一個豬腳比臉還大 要嘗鮮兩到三人一份最剛好 搭配酸菜入口更是絕配 或是來點馬鈴薯和蔬菜泥 也能讓口感更加豐富 吃在柏林除了大口吃肉 大口喝啤酒 麵包控還有這個不能錯過 這蝴蝶餅呢吃起來有點鹹鹹的 然後滿有著勁的 如果你一整個吃下去 大概到中午都不用再吃了 真的不誇張 蝴蝶餅看來份量不大 但夾食超有嚼勁 香中帶鹹又讓它被稱為 椒鹽捲餅 是德國國民美食 身為世界著名的麵包大國 德國麵包有上百種 就算你不習慣像德國人一樣 把麵包當三餐主食 不妨也找一餐嘗試看看 另外入境隨俗 還有這道夾餚 這盤子上這兩顆呢是馬鈴薯球 可是我覺得呢它吃起來的味道 跟大家想像中的馬鈴薯不太一樣 吃起來反而覺得很像是 小蛋糕的味道 馬鈴薯球真要說口感像什麼台灣食物 我會說它像超Q的發糕 搭配德國傳統菜 蒜味燉牛肉 一口肉一口馬鈴薯球 有點衝突 但卻又很德式風格 柏林因為歷史因素和地理位置 美食超多元 但品嘗各國料理的德式口味之餘 也別忘了駕槓的道地美食 感受專屬於柏林的異國風情 這次是魚鱗魚 柏林報導